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发生以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和批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是 此次翻尘事件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请国务院计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搜救工作 湖北省重庆市及有关各方面 要组织足够的力量全力开展搜救 并妥善地处理相关善后工作 同时要深刻地积蓄教税 强化各方面维护公共安全的措施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批示是 东方之星客船搭乘人员众多 翻尘事件可能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令人痛心 要立即启动一级响应 国务院工作组及赶赴现场 协调指导搜救工作 交通运输部等有关方面 要迅速地调集一切可以调集的力量 克服各种困难 争分夺秒 抓紧搜救 把伤亡人数降到最低的程度 同时及时地救治获救的人员 湖北湖南等地要全力协助 做好搜救工作 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